书呆子,星星都有礼物,我的呢 没给你准备,你个大男生,要哪门子礼物 小狮狗子生怕被哥哥抢了奖章,急忙把他收好,然后张嘴来了一句 哥哥,你害不害臊啊,你这次回来都没给我带礼物呢,好歹也给我买两只雪糕吧 一听这话,陈毅学了奇书呆子的语气,很不客气地讲道 妹妹,你又不是五六岁的小屁孩了,吃什么雪糕 雪糕确实不能多吃,太凉了会拉肚子的,要不换一个吃的吧,比如棒棒糖或者巧克力 奇义哥哥,我就只吃一根,你可以请我吃吗 哦对了,你现在还是学生,没有自己赚钱,那我请你吧,我有零花钱的 看着眼前的温馨画面,小陈毅突然感觉自己挺多余的,立刻张嘴吼道 喂,你们俩过分了啊,当我不存在是吧 奇义哥哥送给我礼物,我请他吃雪糕,这叫礼上晚来 可你是我哥哥,回家也不给我买吃的,本来就是你小气 小魔星这话顿时把清哥对得哑口无言,差点当场吐血 一旁的奇义立马替陈毅解围道 星星,要不给他买根老冰棍吧,我请你们吃 这几年我也攒了一些零花钱,几根雪糕还是请得起的 这就对了嘛,我就说书呆子虽然抠门,但没想象周的那么抠 奇义哥哥,走,我带你去买,就在大门外面不远 要不要给你妈妈讲一下啊 不用,几分钟就回来了,一会我在客厅等你们 随后,小魔星便带着奇义出了庄园,准备去附近的小卖部买雪糕 保镖雁飞发现小宝竟然跟一个15岁左右的小子走,立刻警觉了起来 这小子是谁啊,怎么小宝跟他走了,我得跟过去瞅瞅 来到小卖部门口,小宝一脸郁闷地朝雁飞嚷嚷道 雁飞叔叔,你今天不陪你老婆和小孩吗,怎么每次到哪里都是你跟着我 哎,我也想陪我老婆儿子啊,可是,咱们陈兴宝贝似乎要被小帅哥拐跑了,我可不得跟着点吗 一听这话,身后的奇义略显尴尬,他还记得这个雁飞叔叔 于是连忙向他做了自我介绍 你好叔叔,我叫奇义,是陈毅以前的同班同学 他还是我以前的小师傅,我是他小徒弟,是我最先认识的 我哥比我认识的还要晚呢 雁飞突然想起,原来这就是小宝两岁时在医院里认识的那个小孩子 以前听保镖头子张小花聊过这事,没想到竟然长这么大 小子,把我们家小不点看好了,非了你负责哦 好的叔叔,我带他买完雪糕就回去 很快,奇义带着小家伙买了两只老冰柜和一只香草味的雪糕就往回走 老规矩,外来事物保镖都必须先检查才能吃 叔叔检查一下,没问题再还给你吗 那你要快点哦,坏了就没有了 其实沈家有两个大厨会做雪糕 就因为小师祖宗和他的祖宗妈妈太嘴馋了 这种冷东西吃多了伤身,沈老爷子后来才不让做 小家伙每次馋嘴了都会悄悄跑出来买着吃 只需要过了保镖这关就行 燕妃叔叔,你快还给我呀,要化掉了,待会儿就不好吃了 这个没问题的,刚才有几个小朋友都在吃呢 叔叔,要不,你先把其中一根老冰棍给我吃吧 天这么热,再不吃就要化了 奇义知道沈家检查外来食物的规矩 打算自己先吃打消他们的顾虑 燕妃虽然很不想让这小子来试毒 但没办法,保护沈家每一个人是他的职责 他随手将老冰棍递给了奇义 星星,我先尝尝这个雪糕有没有问题啊 如果味道不对,咱们就去你家百货大楼买 如果没问题,你就可以吃了 好吧 奇义撕开包装,立刻品尝了起来 看得小宝直流口水 奇义哥哥,好吃吗?有没有问题啊? 吃起来倒没啥问题 不过可能需要再等两分钟 我看看会不会肚子疼 如果肚子疼,那就证明还是有问题 本来挺严肃的一件事 燕妃差点没绷住笑 一看臭小子连吃了几大口都没问题 总算放心了下来 小宝,那咱们快回家吧 这一根是给你哥买的吧 回到家只要奇义肚子不疼 你们就可以吃了 好吧,奇义哥哥 咱们回家吃雪糕咯 奇义此时有种做梦的感觉 以前他从来不敢奢望 有朝一日,他能这么自然地出现在小猩猩的世界里 然而他颇为感触的是 夏天去小麦部买个雪糕 买点小零食 拆开就吃这种最普通的一件事 小猩猩可能从来都没有做过 她的童年到底是怎样过来的 但出生在豪门 沈家庄园富裕得太过瞩目 生活中确实应该处处小心 哥哥,你的老冰棍 燕妃叔叔已经检查过了 吃镇静的雪糕 你快吃吧 不然要化了 已经化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化了有化了的吃法 等他化成冰渣 直接仰头一股脑倒进嘴里 那感觉太爽了 我还从没这么吃过 一会化蓝试试 不瞒你说 我这辈子吃过的雪糕 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哥哥,我比你吃得多 我两只手 再加两只脚才能数得过来 这大概就是有钱人家的烦恼吧 奇异的这种快乐 恐怕只有普通人家的孩子才会有了 小狮狗子突然说道 奇异哥哥 幸亏我的哥哥一群在方老太爷家里玩呢 不然你今天肯定要当冤大头了 没关系 十个人 每人一根老冰棍 也就十块钱 无伤大雅 你不知道的 我三哥最能吃了 他不但要吃一根老冰棍 还要吃一盒七个小矮人呢 你要多破费一块钱 几个小家伙正说着 沈老爷子突然闻着胃走了过来 什么味道 好像有小馋嘴在偷吃雪糕 不好 奇异哥哥 我们快跑 我太爷爷来了 要是被他抓住 又要胃祠堂了 丝尾堂 那么一会儿 Little Boy 这是那边lv co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